任嘉伦2017年出现迎评 玄机因结婚惨被血藏 2020年劈肝力胆才重见天日 今年已经成为当红一线明星 试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内娱有几人可以用她的如此之低的作品曝光率 如此之少的包装宣传成本 如此之坦白的婚育身份 达到比肩她的商业价值和受众喜爱度 任嘉伦在出演《大唐荣耀》这部剧之前 本来成一是《大唐荣耀》这一部剧的亲定男主角 但是随后任嘉伦这边拿出了一封万字的长文 直接便让导演改变了主意 其实在那个时候任嘉伦 虽然是已经参加了《大唐荣耀》的选角 但是他在这部剧中试镜的 却是男二号里谈这个角色 其实当任嘉伦在这部剧中 世系里谈这个角色的时候 导演对于他的表现还是十分的满意的 既然对于任嘉伦的男二号很满意 所以导演之后便开始着手准备着 男主角里出的人选 但是那个时候的诚意还没有出名 也不是现如今的古装偶像剧的扛把子 当导演看了诚意的表演的时候 也是依旧对他的表现感到十分的满意 但是总是感觉诚意所饰演的礼处 和自己心目中的样子还是差了一点的味道 然而就在已经开拍在即的时候 导演这边也是十分的努力 却是没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 正在导演这边愁眉苦脸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进组的任嘉伦 却是主动的找到了导演这边 开始与导演这边一起商讨这部剧的人物形象 对于每一场戏自己也做好了规划 该怎么去拍摄怎么去做 把自己心中所想的都和导演这边说了出来 可以说他做的规划十分的详细 导演这边也是眼看着任嘉伦 洋洋洒洒地写了满满的一大页纸 看到之后也是十分的惊叹 随后导演开始思考 是不是让他出演男主 任嘉伦继续抓住这个机会 牢牢把握住继续与导演探讨 最终导演也是被任嘉伦的认真所给折服了 导演也觉得任嘉伦的功课做得不错 而且任嘉伦说的这一切和导演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基本上如出一辙 所以导演这边便想着让任嘉伦来试一试 男主理处 任嘉伦那一双天生的寒情双目 导演看了直接说真的是完全符合太好了 任嘉伦试境没过几天 他就收到了导演组给他发出的邀请 通知他让他出演这部剧的男主也正是因为 《大唐荣耀》这部剧让任嘉伦的事业也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时的他也宣布了结婚 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这个消息伴随而来的是他多年的神迹 一直到了2019年和谭松韵一起合作的锦衣之下 这部剧让他重新回归到了大众的事业 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虽然任嘉伦被无情的血藏了 但是任嘉伦还是凭借着自己扎实的演技又回归到了大家的面前 任嘉伦虽然也有过低谷 但是他熬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他的高光时刻 不知道大家喜欢看任嘉伦的剧吗 大家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听说长得好看的都喜欢订阅和点赞哦